全球新闻 不过并没有公布归属单位等具体事故 而中央官媒们则没有报导相关事件 综合媒体报导 4月26号晚间 网络传出安徽马鞍山市 河县普吉岔路附近 疑似有两架军用训练直升机相撞起火 根据网络流传的视频之中可见 现场有两架飞机残骸 并且有破损的机翼 机身等散落在地面 同时现场还燃气凶凶大火 有说法表示 相撞的两架直升机是军用直升机 而且造成的伤亡可能比较大 而当天晚间11点左右 河县应急管理局工作人员也证实 河县确实发生两架直升机相撞事故 具体事故原因 伤亡情况 直升机归属单位等暂时不明 目前相关部门已经赶到现场咒援 而治疗机也截至发稿时间为止 中国中央官媒层级们并未报导相关事件 具体事故情况也没有看见官方通报 此外 此起事件目前仅有地方媒体报导 并且有网易新浪等路口网页转发 不过目前为止也已经有部分报导 已经被删除 美国总统拜登就职满100天前夕 首次在美国国会发表讲话 外界关注拜登对华政策 他表示 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正在打赌民主赶不上专制 而他自己则是把美国面对的挑战 视为民主可否在21世纪取得成功 同时拜登强调 美国在印太地区将会维持强大军力 但是并不是为了开启冲突 而是为了防止冲突 综合媒体报导 拜登在演讲之中首先提到 美国现在正面对一个世纪以来最严重的疫情 大下调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 以及内战以来对民主最严重的威胁 之后拜登提到 美国民众当前最关系的疫苗施打计划 并且承诺会推出1.9万亿美元的防疫救助基金 报导指出 拜登就任总统三个月以来 主要精力都放在对抗新冠疫情上面 政府强调动用所有联邦资源向全国将近4万间药局 超过700间社区健康中心提供疫苗 同时拜登也在演讲之中重申 他所寄出的美国就业计划以及美国家庭计划 是自1960年代以来美国规模最大涵盖层面最广 而且最大刀阔斧的社会福利改革计划 至于国际关注的对华政策拜登表示 美国不怕跟中国竞争 但是并非寻求冲突 而美国将会维持自身利益 他也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表示过 美国将在印太地区保持强大的军事力量 就如同欧洲跟北约一样 不过这并不是为了开启冲突 而是为了防止冲突 对此彭博社分析 尽管拜登在演讲之中 把大多数的重点摆在美国国内 但是却也不时提到中国 凸显出他重视中国的程度 拜登表示他投入非常多的时间 跟习近平交谈 还表示习近平极为认真的 要让中国成为世界上最不容忽视的国家 拜登表示习近平跟其他独裁者们都认为 在21世纪民主制度是争不过独裁主义的 因为要取的共识需要浪费太多时间 不过拜登也表示 他认为这种观念是错误的 而美国要做的事情 就是证明独裁者们看法是错的 我们要证明明子制度依旧管用 拜登直言 我们正处在一个历史上巨大的转捩点 拜登说明美国就业计划动机 跟气候变迁相关议题时提到 当美国不能停下来 我们正在跟中国和其他国家竞争 以引得21世纪的胜利 拜登也提到美国并不支持侵犯人权 跟对民主自由的攻击 美国不会放弃捍卫人权跟自由的基本价值 不过拜登在演讲之中 并未提到台湾跟香港等有关话题 中国在世界各地兴建孔子学院 近几年却不断引发争议 而如今又传出有一名斯洛伐克的学者 因为曾经刊登针对中国冷点辨识系统有关的调查报告 并且指控斯洛伐克可能直接或间接参与到 中国违反人权的活动之后 竟然遭到当地孔子学院院长的恐吓 还寄给他一封信 指出你晚上能够睡个好觉吗 当你走在大街上面的时候 应该会承受很大的压力吧 之类的暗示引起舆论踏伐 综合媒体报道 斯洛伐克智库中亚亚洲研究中心执行长施马杰 他在2021年3月发表一份 题为斯洛伐克大学有一个中国问题 他们甚至都不知道的调查报告 指出斯洛伐克科西策科技大学 即将跟中国科技巨头华为合作 建立一个人工智慧研究的联合中心 尽管这个举动或许有利于斯洛伐克的科学研究 但是风险却高于潜在利益 调查报告之中提到 2018年华为申请注册了一项脸部辨识技术专益 该技术显然可以辨识被观察人士的种族 并且可以明确区分出谁是维吾尔族 谁是汉族 而如今华为找上科西策科技大学作为合作伙伴 等于是要让斯洛伐克参与中国公然侵犯人群的行为 文章也对斯洛伐克各地大学跟中国官方展开合作 提出质疑 指出斯洛伐克23所公立大学跟斯洛伐克科学院 包含其下26个研究机构 都跟中国大学与其他中国实体保持着 多达113种正式跟非正式的联系 而且绝大多数的合作都集中在自然跟技术等科学领域 其中又与斯洛伐克科技大学跟中国关系最为密切 合作计划多达17项 并且合办了孔子学院 据了解斯洛伐克首都的布拉迪斯拉法孔子学院 是由天津大学跟斯洛伐克技术大学共建的 成立在2007年 根据该研究所中心的介绍 在所有被调查的机构之中 斯洛伐克科技大学跟中国的联系最为密切 主要是在计算机、工程以及技术等领域进行合作 不过这份调查报告 因此布拉迪斯拉法孔子学院私房院长斯托拉的不满 斯托拉曾经就此信致信给司马杰 并且发出您晚上能睡个好觉吗 如果您走在大街上应该会感到害怕吧的讯息 而消息曝光之后引起许多人塌伐 斯托拉向德国之声辩解 他之所以会寄出这封信 是因为他认为司马杰的文章所说的 中国人脸开发技术 被广大应用在新疆维吾尔族等少数民族的说法 是无稽之谈 尽管人脸辨识技术已经在中国各地广大使用 不过斯托拉却坚持自己从来没有听过相关判法 他甚至强调自己以为司马杰的说法可能是一个玩笑 因此他才同样以玩笑的方式寄信给司马杰 斯托拉坦承这起事件过后 雇佣的公司已经将他开除 虽然他并没有透露是什么公司 不过在当地孔子学院的网页上面已经看不到他的名字 对此施马杰表示他更为重视的是 孔子学院跟斯洛伐克各大学之间合作所带来的潜在风险 他指出孔子学院目前是斯洛伐克唯一提供中国教育的机构 现在可能是所有跟孔子学院合作的机构 应该重新评估其关系 并且对其如何影响学术自由进行审视的好时机 中国女星郑爽今年初遭到踢爆 在美国玄角代理孕母还试图弃养的消息闹得沸沸扬扬 可以说是断送自己的演艺事业 目前几乎被冰封 而近日郑爽跟其前男友张恒对不公堂 张恒26号一口气还爆出郑爽许多黑料 其中包含他以阴阳合约来逃漏税的说法 引起当局关注 也使得不少艺人纷纷注销管理公司 就怕引起调查 中国时报报导 张恒昨天公开一段长达5分钟的影片 内容全是对话截图 可以看见郑爽的妈妈研究阴阳合约 以及讨肉税的方法 更是抱怨演员片酬只要超过5000万 就会被国家求后算账 还表示所以现在国家就属于玩耐 就很不好认 而这段对话也牵连出郑爽的天价片酬 根据报导 郑爽两年之前拍片77天 就可以获得1.6亿人民币的片酬 平均每天进账208万元 对此香港经济日报报导 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 在微博发文表示 娱乐明星如今在哪里都是超级富豪 各国民众已经见怪不怪 看来的确需要对阴阳合约 进行更加严厉的打击 而根据央视新闻报导 郑爽被举报逃若税 上海市税务局第一击查局 已经受理案件 正在依税收法律规法进行调查核实 北京市广电局也已经启动 对相关戏码制作成本以及演员片酬比例的调查 而郑爽逃若税的消息曝光之后 引发娱乐圈忍心惶惶 香港经济日报援引商业查群平台天眼查 29号的公开资料显示 包括邓超、唐嫣、文章、纳英、赵本山、 沈腾在内许多中国明星都注销管理公司 引起乐意 明星工作室接连注销的名词 一瞬间也成为微博勒搜 针对美国前总统川普跟中国所签署的贸易协定 美国贸易代表戴琪向议员承诺 将密切审视北京是否履行条约 综合德国之声跟中央社报导 戴琪在当地时间28号出席参议院 拨款委员会听证会时表示 正在对中国的贸易政策进行全面审视 她将努力使得中方遵循前总统川普在任期间 跟中国达成的第一阶段贸易协议之中的承诺 包含中国承诺购买更多美国商品 并且进行知识财产权以及农业监管改革 跟中国开放金融领域等事项 戴琪强调对照中国政府所做出的承诺 审核其表现将是美国的优先事项 她对参议院表示 我们非常关注这项协议 并且会最大线路利用协议之中所包含的工具 美国跟中国在去年1月签署第一阶段贸易协议 其中北京承诺在2020年跟2021年期间 至少增加2000亿美金的美国商品跟服务采购 但是根据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学的 经济学家不闻估计 到今年第一季度为止 中国距离目标金额还差了将近40% 目前华盛顿持续对一系列中国商品跟工业零件 维持25%的关税 每年价值2500亿美金 中国也对来自美国的一些进口商品维持关税 虽然协议要求美中代表每六个业要举行一次会议 不过戴琪表示目前并没有相关安排 而近前美国之音指出 在协议达成一年之后 外界对于协议是否成功的看法不一 能够确定的是中国的确没有达到预期采购目标 夏威夷东西中心资深研究员劳益认为 川普政府过度纠结在贸易逆差的问题 允许中国人做出购买更多美国商品的含糊承诺 而不是持续敦促中国进行结构性的改革 很多美国企业也批评川普政府 对中国加征的关系增加他们的成本 也导致就业岗位的流失跟商品价格上涨 伤害了美国工人以及美国消费者 尽管北京在保护知识财产权 避免强迫技术转移 以及放宽市场准务性方面 取得一定程度的进度 去年中国宣布向外国投资者 开放45亿美金的肉金融市场 央行也首次向美国运通发放 在中国进行清算业务的习可证 不过对于寄望于中国国内商业环境 发生重大结构性变化的外国企业来说 这笔交易并没有发生任何实质性的改变格局 各位观众您好 欢迎收看欧洲新闻 德国总理默克尔与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在4月28日一同主持第六轮的双边政府磋商 默克尔在发言时提到了香港的问题 同时表示希望和中国尽快就人权问题举行对话 李克强则表示 两国在一些问题上存在不同看法是客观事实 要德国不要干涉中国内政 综合媒体报导 默克尔和李克强共同主持了双边第六轮的政府级磋商 根据了解中德政府磋商机制是2010年7月 由默克尔与时任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商定简历 磋商每两年一次到现在已经举行了六轮 这也是默克尔最后一次主持磋商会 默克尔在讲话中谈到中国人权问题 并说两国特别是在香港问题上存在着意见分歧 美联社报导指出根据默克尔办公室发布评论 默克尔提到了德国对中国人权记录的批评 默克尔也表示两国的司法部长应该加入进行深入讨论 他说到目前为止一直都没有在很好的地方解决这些问题 默克尔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定期磋商是一个良好的传统 多年来涵盖了人权和香港等分歧领域 彭博社报导根据中国外交部说法 中国总理李克强在开幕致辞中承认 两国在一些问题上有不同看法 同时敦促柏林尊重北京的核心利益 平等对待不要干涉中国内政 中国外交部网站上没有李克强与默克共同主持 第六轮政府级磋商的新闻稿 根据中国政府网公众号的消息 李克强指出当前形势下 希望双方加强抗疫合作 在严格防疫的前提下为人员往来进一步提供便利 并且应该公开透明的讨论疫苗的生产 英国5月将派出伊丽莎白女王号航空母舰战斗群 通过南海 却因为怕得罪中国 在前往日本时避免经过台湾海峡 消息曝光之后引发英国政坛和专家学者批评 英国海军太过软弱 而另一个欧洲强国德国下半年也将派军舰到亚洲 回程时也会穿越南海 同样为了避免得罪北京计划避开台湾海峡 引起德国国会友台议员的不满 直批根本是向中国磕头 中美关系恶化 南海及东海局势升温 美国海军马斯廷号驱逐舰 日前在菲律宾海偶遇中国航母辽宁舰 舰长布里格斯在甲板翘脚遥望辽宁号 被指示无视中国的挑战 甚至具有挑衅意味 不过美国的盟友英国和德国的海军就没有那么强硬了 英国伊丽莎白女王号将在5月首航通过南海 但将会避开台湾海峡 从台湾关东布海域前往日本 航行路线被指与英国的国防政策不相符 似乎是不想冒犯北京 不少意见认为英国对北京的表现太过软弱 与此同时德国周日世界报日前报道 德国政府认定台湾海峡是国际海域 但根据国防部规划 即将启程前往亚洲的巡防舰巴伐利亚号 将不会通过台湾海峡 去年9月德国首度针对印太地区 拟定完整的外交方针 准备积极参与亚洲事务 并规划今年8月派遣巡防舰到澳洲 朝鲜半岛和南海与澳洲日本和美国等盟邦进行演习 不过为了避免得罪北京 德国海军这艘巡防舰将会避开台湾海峡 对此德国国防部长表示 太监的目的是确保航道自由和领土完整 并向美国释出巡号 德国巡防舰刻意绕过台海 引起国会友台议员的不满 认为通过台海象征对台湾自由民主的支持 避开则是向中国磕头 德国打算积极投入 印太却又向北京磕头 实在令人感到意外 中欧国家斯洛伐克一所孔子学院的院长斯托拉 因为不满当地智库 中欧亚洲研究中心的执行长施马杰 发表的有关华为的调查报告 竟然向他发出预带威胁的邮件 虽然他事后声称只是在开玩笑 还是引起不小争议 综合媒体报道 斯托拉曾在中心通讯斯洛伐克分公司 担任销售和管理主管长达12年 这起事件照应于当地一间智库的执行长施马杰 曾发表的一份有关中国的调查报告 指出斯洛伐克科西策科技大学即将和华为合作 建立一个人工智慧联合研究中心 虽然或许有利于斯洛伐克的科学研究 但是风险还是高于潜在利益 史玛杰指出 华为在2018年申请一项脸部辨识技术专利 这项技术可以辨识被观察者的种族身份 明确区分维吾尔族和汉族 显然参与中国公然侵犯人权的行为 以此为例 史玛杰质疑各大学和中国官方的合作计划 指出有23所公立大学和斯洛伐克学院 以及26个研究机构 与中国大学和其他实体维持多达113种 正式和非正式的关系 大多数的合作计划 集中在自然和科技领域 合办的孔子学院也包括在内 史玛杰的说法引起斯托拉不满 但他竟然向史玛杰发出电子邮件 内容包括您晚上能睡个好觉吗 当您走在大街上时 应该会承受很大的压力等等讯息 斯托拉表示 发出这些讯息的原因是他认为 史玛杰所说 中国开发人脸辨识技术 并广泛应用在辨识新疆维吾尔族的说法是 5G之谈 他从未听说人脸辨识技术在中国 被广泛应用于包括新疆在内的各个地方 他以为史玛杰的说法可能是一个玩笑 因此同样用开玩笑的方式来回应史玛杰 他在事后已经向史玛杰解释道歉 表示只是想用这种荒谬的反应 凸显史玛杰文中荒谬的说法 史玛杰重视孔子学院和各大学合作 所带来的潜在风险 并指出孔子学院目前是斯洛伐克 唯一提供中国教育的机构 但他可能也对课程设置施加影响 无法反映出中国的种种问题 英国首相Boris Johnson近来遭遇 可以说是乌漏偏逢连夜雨 除了被媒体踢爆 去年底在一场会议上爆粗口 还说宁愿堆叠成千上万的尸体 也不要下令英国三度封城 引发各界议论 最近英国选举委员会宣布 将正式对Boris Johnson的 公款官邸翻新案展开调查 即管他再三否认这桩丑闻 坚持所有的费用都是自掏腰包 综合媒体报道 英国选举委员会在声明中表示 现在可以说有合理的理由去怀疑有不法情事发生 因此不论真实情况为何 将继续正式调查工作来确保真相 这起案件是由强森的前首席顾问康明斯 在23日向各界爆料 他在私人的部落格上宣称 强森曾经试图非法挪用政治现金 翻新在唐宁街的官邸 数目大约是20万英镑 康明斯在文中表示 他曾经警告过强森 这个翻修计划愚蠢又不道德 不但站在法律边缘更有违法嫌疑 因此不愿设身其中 尽管唐宁街10号是英国公认的首相官邸 但其实强森一家三口 目前都住在隔壁相通的唐宁街11号 因为唐宁街11号比10号更宽敞舒适 康明斯曾是英国托欧公投最大推手 2019年7月被强森任命为首席顾问 但他2020年因为被媒体揭露 违反COVID-19防疫规定 而受到大众批评 同年11月在强森的要求之下 辞去职位 目前仍还在监狱的俄罗斯反对派领袖纳瓦尼 日前结束了超过三周的绝食抗议 而他日前透过视讯的方式出庭 这也是他绝食以来首度现身 画面中的纳瓦尼身形可以说是非常的憔悴 也让他的支持者既不舍有气愤 以上是今天的欧洲新闻 感谢您的收看 欢迎订阅欧洲台的新闻频道 谢谢我们再会 欢迎收看台湾新闻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帮忙点赞分享并订阅台湾台 也可以打开右上角的小铃铛 这样就可以第一时间收到我们的节目通知 美国总统拜登在美东时间28号晚上9点 在国会山庄发表上任满100天的首场国会演说 拜登这场演说大部分的篇幅聚焦在美国的内政 首个主题就是提及到疫苗施打的进度 强调新冠疫情仍然是美国面临到的最大问题 紧接着则是经济议题新冠经济纾困案 他痛批前总统川普的减税计划 希望最富裕的美国人可以开始缴纳公平的税额等等 值得注意的是在外交政策方面 拜登在演说当中重提了习近平当日致电 祝贺他当选时的两人对话 他同时形容对方坦诚 中国想要成为世界上最重要而且更具影响力的国家 根据苹果日报跟中央社的报道 拜登向习近平表示 美国欢迎竞争但是不寻求冲突 但是也清楚地表明他会全力地捍卫美国利益 美国会对抗损害美国劳工跟产业的不公平贸易行为 包括了对国营企业的补贴 窃取美国技术跟知识产权等等 另外拜登也向习近平表明 美国会在印太地区维持强大的军事部署 就像美国跟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在欧洲的部署一样 此举不是为了要引发冲突 而是为了要预防冲突 同时他也向习近平阐明 美国不会放弃对人权、基本自由跟同盟的承诺 负责任的美国总统 不会在基本人权遭到侵害时保持缠默 东森新闻指出 拜登整场演说并未提及台湾、香港相关的话题 除了中国之外 另外一个被提及到的国家是俄罗斯 拜登政府以俄罗斯干预美国2020年总统大选 针对SolarWing发动了网络攻击等事件来祭出制裁 尽管未明确地提及台湾 不过台湾有学者认为 未来美中台关系平行化是可以预期到的 美国对台湾虽然未放弃战略模糊的政策 但是实际上对台湾的承诺越来越清晰 也引导同盟的国家对台湾议题采取清晰的态度 台海情势未来是印太战略的关注核心 根据中广新闻报道 台湾智库咨询委员赖仪中表示 拜登上台以来对于台湾有许多友善的作为 包括了驻美代表萧美琴受邀出席拜登的就职典礼 力挺台湾参与国际组织 宣布军售的时间比川普政府更快 甚至是加码 一直到最近还派出了特使团访台 证明美台关系不仅没有倒退 反而还有进展 他表示拜登政府虽然不会放弃战略模糊的政策 但是确实在进一步的引导其他国家 对于台湾的态度跟立场 这一部分从美日同盟 美澳同盟都可以看得出来 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 国防战略与资源研究所所长苏紫云也指出 拜登上台之后对于中国明显采取军事的围堵 这一部分是延续川普政府的主舟 然而拜登还将以往的模糊政策 走向建设性的战略清晰 透过间接的方法 传递部分讯息给北京 让北京清楚地明白 一旦动武的话 美方跟其他的盟国将会采取行动 他研判政策清晰产生的破窗效应 将会越来越明确 本月26号有军事迷记录到 三架中共军机侵扰台湾西南空域 其中有一架高度只有30公尺 几乎紧贴着海面 根据东森新闻报道 脸书粉砖台湾西南空域日前发布消息 指出中共军机包括了一架运8反潜机 一架运8远干机 以及一架运8寄生机 进入到台湾的西南空域 飞行高度分别为3000公尺 7000公尺跟30公尺 据其统计 中共军机4月累计 进入台湾空域23天 而台湾空军广播驱离的记录 共计87次 2021年累计进入台湾空域98天 广播驱离的记录 共计297次 中央社报道 针对中共军机在台湾西南空域 贴近海面30公尺 澳洲战略政策研究所 高级分析师戴维斯 在受访时强调 中共军机这样的行为 并不是旅行日常的任务 他指出 共计以30公尺低空飞行 试图要躲避台湾雷达的政策 借此来搜集 台湾有关防空系统 跟其他方面的情报 这已经不单只是挑衅的行为 就像是战争当中 要瞄准台湾的目标一样 他研判 包括澳洲在内的印太地区 即将会进入到 充满挑战的时期 戴维斯表示 澳洲的战略政策机构 以及专家大多都认为 台湾将会是冲突的引爆点 他相信中国会致力于 在五年之内 达到具有武力犯台的能力 而在这一段期间当中 中国会避免刺激 美国的军事回应 他们会踩好底线 在范围内持续做出 更多更严重的挑衅行为 台海局势确实已经牵动了 印太地区漫向风险的高峰 台湾已经成为所有人关注的焦点 在这当中 美国的角色变得很重要 如果美国在中国武力犯台时介入 那么美中两国开战就是在所难免 然而如果美国不介入 任台湾落入中国手中 也将破坏美国在印太地区 盟友之间的信用 此前路透有报道指出 澳洲国防部长杜登在受访时表示 中国跟台湾爆发军事冲突一事 不应该被低估 澳洲对此有高级别的准备 但是与此同时 澳洲仍然会跟区域的盟邦来合作 尝试维持和平 根据自由时报报道 杜登坦言 中国是澳洲重要的贸易伙伴 但是澳洲确实对中国共产党的理想 有不同的看法 他强调对于澳洲跟澳洲友邦 面临到的区域威胁 澳洲国防军有高级别的准备 但是与此同时 也希望确保澳洲持续作为区域内的好邻居 会跟伙伴以及盟友来合作 毕竟没有人愿意看到 中国跟台湾或者是其他的地方来爆发冲突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23号出席三艘新的主战舰艇的交界列装仪式 根据美国之音报道 中国官媒表示 这三艘正式入列中国海军的军舰是 一艘战略导弹核潜艇 一艘大型导弹驱逐舰 跟一艘两栖攻击舰 中共机关报人民日报旗下的《环球时报》说 这一次史无前例的集中列装 代表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 跟中国造船业在中国面临巨大军事斗争压力下的快速发展 报道指出一些分析人士说 中国官员认为 三艘入列开创的一种 嚇阻美国军舰抵近中国沿海附近海域的新方式 并向其他挑战中国海洋主权 并且在第一岛链内 慢慢获得军事控制权的亚洲国家发出挑战 第一岛链北起俄罗斯的千岛群岛 南至菲律宾中间途经的日本跟台湾 报道指出南中国海的局势尤其危机 这是一条面积达到350万平方公里的航道 中国、汶来、马来西亚、菲律宾、越南以及台湾 等五个军事实力较弱的国家跟地区 都对这一片从香港向南一直延伸到婆罗洲的海域 提出了主权的要求 总部位于东京的替川和平基金会海洋政策研究所 高级研究员杜允氏表示 习近平亲自出席新建交接入列仪式 就是向该地区跟世界来宣告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已经发展成为了一支纵合 多功能、高效的海上作战力量 既有近岸的防御能力 也有近海主动防御能力跟远海作战能力 中国拥有亚洲最强大的军队 并且在这一带海域采取了咄咄逼人的姿态 迫使其他的深所国向美国来寻求支持 华盛顿时丁深中心东亚专案高级研究员孙韵表示 北京担心美国前总统川普可能计划在有争议的海域 或者是台湾附近来发动攻击 这促使得中国警告现任总统拜登 他已经准备好要迎接任何的挑战 美国驻夏威夷的印太司令部证实 去年跟前年各有十艘的美国军舰进入到南海 在2019年之前的两年里面 每年各只有五艘而已 孙韵表示 北京对于战舰入列一式的高调宣传有两个目的 第一是为了要向中国民众展示他们的国家 在习近平的领导之下 实力跟物质财富都得到了加强 世界上的其他国家应该会出于不同的原因 也注意到这一点 中国借着这个机会向外界传递的另外一个资讯 则是威责 那就是在中国看来 任何介入南海问题的国家 都应该要注意到中国不断增强的海上军事能力 同时也要为中国人眼中所有可能的违规行为 可能产生的后果有所准备 对于中国的野心 美国有应对的措施 根据自由时报报道 福布斯军事记者艾克赛撰文指出 中国解放军正进行反介入的军事部署 动用潜舰、轰炸机跟飞弹 美国海军上周则从圣地雅各出动一支舰队 展开一系列有人无人系统的实验模拟战斗 艾克赛表示 美国海军押爆无人机的系统 就是想要借此来解决中国反介入军事部署 美国海军已经提议要增加数百艘无人军舰跟潜舰 使用机器人来侦查解放军 扩大美国舰队的传感范围 让有人驾驶的驱逐舰跟潜舰 在解放军打击范围之外 远距离的发射高科技的飞弹 中国近来扩充军备的野心不断俱增 欧洲也有许多的国家对此警惕 法国、英国都有派军舰前往亚洲 日前才有消息传出 英国航舰伊丽莎白女王号 将执行首次的作战部署 率领皇家海军舰艇组成的舰队 来航行亚洲的海域跟造访日本跟汉国 并另与十多国来联合军演 除了英国之外 德国也积极地投入印太地区 确保航道自由跟领土的完整 今年下半年也将派遣军舰到亚洲 回程时穿越南海 不过根据中央社跟星头壳的报道 德国周日世界报提及 德国政府认定台湾海峡是国际的海域 但是即将前往亚洲的巡防舰巴伐利亚 将不会通过台湾海峡 而此举也引发了国会友台议员的不满 根据德国之声报道 德国国防部长康坎鲍尔 此前曾经表示 印太情势攸关德国的利益 中国显然想要按照自己的意愿 来打造世界的秩序 强迫弱势的国家就范 因此德国必须要有所作为 派出军舰的目的就是为了要确保航道的自由跟领土的完整 德国也将加强跟澳洲、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国的关系 康坎鲍尔指出 对于中国威胁海上的航行自由 德国不只是嘴上说说而已 也愿意为此做点什么 并且向美国来发出信号 当时的报道也提到 康坎鲍尔表示 中国显然想要按照自己的蓝图 来打造世界秩序 逼迫弱者就范 因此欧洲跟西方的国家也不能够当弱者 德国不仅谈论多边主义 也实际地奉行推动多边主义的发展 巡防舰巴伐利亚号 今年的航行将会经过中国南海 是自2002年以来 首艘德国军舰穿越南海 美国对此表示支持 希望德国能够在印太地区 推行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的做法 共同地维护海上的利益 然而德国周日世界报的报道却指出 为了避免得罪北京 德国海军这一艘巡防舰将会避开台湾海峡 对此德国自民党议员雷希特表示 德国巡防舰通过台湾海峡 是象征对台湾自由跟民主的肯定跟支持 刻意避开绕过则形同向北京磕头 雷希特说 德国已经打算积极投入支持印太区域的自由跟和平 但是却又向北京来示弱 实在令人感到意外跟失望 谢谢您收看台湾新闻 请帮忙点赞分享 并且订阅台湾台 感谢您的支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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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